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游戏大神是怎么练成的吧 进入游戏时 Tip会告诉你 不知道做什么任务 可以点击右上角 那我们就先来看看 今天有什么任务吧 主线任务 支线任务 还有每日任务 小霞个人觉得 每日任务真是太赞了 经验绑钻 宝石金币 真是要啥来啥哦 不过做人太功利也不好 玩游戏嘛 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啦 所以他打副本是不错的选择哦 有小伙伴问我 副本哪里找 这个简单 点击进入关卡 可以直接用手 拖动人物 跑到这个穿越时空的门前 这个就是副本入口啦 遇到后面的关卡 副本内容也会更丰富 比如普通 精英 英雄王者等等等等 进入王者关卡 也是别有一番弄天 大博士的个头 居然比我高出那么多 嘿和尚 跟我一较高下班 什么 大不过我 你还要变身 这还不算 打着打着游戏的场景 也会不断的变化 这可真的是 一关千体验啊 当然 如果你想高效通关 也可以组队 邀请小伙伴一起战斗 组队最多只能三个人 但如果你想玩的更大点 就加入工会吧 你知道工会是从哪里来的吗 人类自古以来呢 就是选举动物 而游戏作为一个战场 自然激发了人类的原始本能 两个人打怪 从比一个人打怪 要安心有趣些 就这样 两个人 三个人 四个 五个的主步发展 成为互职组织 这种组织呢 用来共同对付某个NPC 原始工会出行的 形成于UO和SB时期 那个时候的玩弄游戏 一旦玩家不隶属于某个组织 那么孤立无缘的他 可能在游戏内 都说团结力浪娜 小夏也要创建一个 属于自己的工会 让我来看看 应该怎么操作吧 进入工会面板 点击创建工会 输入工会名字 创建成功 啊 我的两百万 哎呀 无所谓啦 有钱就是这么任性 而别的小伙伴呢 只需要达到26级 就可以任意的加入工会 加入方法也很简单 选择以创建好的工会 申请加入 通过该工会管理员的同意 就可以啦 要想吸引更多的英雄 为我所用 总要给大家发现好处吧 加入工会 就可以瞬间获得 角色属性战力加成 另外打工会副本 也能够赚金币哦 为工会增加贡献度 要想更快的增加 自己的贡献度 还可以捐金币和钻石 当然啦 这钱和钻石 也不是百让你出的 你对工会的贡献度 是可以到工会商店里 换东西的哦 英雄们 快到我的碗里来 嗯 快到我的工会来 节目的最后 跟大家说一说 游戏福利吧 除了每日签到之外呢 游龙烤肉店 会在每天的 两个固定时段 分别送出 五十点的体力 记得按时来领取哦 哎呀 又要收体力了呢 当然 体力的领取 还有一个渠道 那就是去 跪求你的朋友吧 游戏融入了 QQ和微信的朋友链 朋友之间是可以免费送出体力的 是不是很棒呀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在游龙英雄 等你来挑战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